1、2、3、4 哈囉,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主要是講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關聯這件事情 就是資料庫有關於關聯以及外券約束的問題的一些相關的知識 那我今天講的會很簡單 因為我會去搭配一些實作 是真的去做一些刪除的動作 然後觸發那些關聯的功能這樣子 那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Victor就是在第一場的時候有訪談的時候有看過 那最主要今天是以後端的部分 是後端的後端的角度去看外券約束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那第一部分我們會先介紹一下 到底有哪些使用資料庫的工作啊 像我這種就是使用外券約束是因為我遇到一些痛點 這樣子我才會去使用那個資料庫的這個外券的功能 平常都是寫程式嘛 那可以連資料庫 那CRUD基本的新增刪除修改都可以的話 那基本上沒有用到特別的 沒有遇到特別的事情 所以不太會去使用到這個真的外券的這個功能 那還有其他兩種 一種就是資料庫的管理者 還有DBA 就是寫程的DBA 跟資料分析師 這三種 這種就是DBA的話 就比較偏向真的去管理 真的去管理資料方面的東西 比如說它的伺服器 所以來到PostgreSQL的時候 最常 社群的時候最常聊的 我還以為一開始來的時候都會聊說 什麼SQL語法是怎麼下的 然後Trigger 觸發要怎麼用 之類的 之類的東西 結果我發現 來這邊並不是 因為不像一般 比如說像我自己是後端 所以我有時候去參加前端或後端的議程 那時候就是可能會有一個講者 在上面講個兩個小時 那最後留個QA時間 10到15分鐘 那來到PostgreSQL的時候 最主要的就是交流 我覺得它可以把你遇到的問題 比如說你資料庫 你要怎麼去做設計 或者是外建 關聯這些東西要怎麼用 這些工具 這些都只是個工具而已 然後會因為不同的情境 所以你需要去做一些 情境上的設定 那這樣這個工具才算有用 那不管 如果你不管任何情境 你就用那個工具 就覺得那個工具好用就用 那並不一定是好事這樣子 所以來這邊最主要的 我當天 Costcard當天我可能不會講 今天會講比較多 那如果到Costcard當天 我會至少留半場 可以讓大家交流 有關於外建約束的東西 那今天最主要的是 帶大家去實作 然後去體驗看看 那個外建約束 它真的會發生什麼問題 好 那這三種大致上是這樣 再來就是 第一個我會 今天會使用Laravel 去搭配PostgreSQL 怎麼連線而已 然後怎麼去安裝PostgreSQL 因為我相信 就是如同副標題上所說的 未知總是恐懼的 帶你了解未知 就可能一開始 可能你現在已經用了一個 那個安裝包 把自己的PHP 或者是APA器 一些網頁的一些環境 開發環境設定好了 那資料庫也有一個 比如說其他資料庫可以用 那老實說 你現在有這些環境更方便 你只需要就照著步驟下載 然後以及安裝 你就可以使用PostgreSQL 那為了時間的怕太長 所以我現在有做一些截圖 那最主要就是快速的帶過 那非常簡單 好 那第一個 我有開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寫在上面 然後說非常簡單 我這個Windows的方式 如果我是要安裝PostgreSQL的話 那我就是會需要 需要以下步驟 非常簡單 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需要做什麼奇怪的事情 先到PostgreSQL的官方網站 點下載以後 會有選自己的版本 再來你會選擇你需要的 PostgreSQL的那個版本 這個是PostgreSQL的版本 那上面這個是作業系統的版本 那以Windows為例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一直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重要 就是它這裡有四個 四個 四個層次可以安裝 主要是 PG Admin 4 這一個是 它是 資料庫的圖形化介面 它可以讓你就是 比較輕易的去操作資料庫 好 那這幾個都先安裝 那接下來就是下一步 下一步 再來就是設定一個 SuperUser的帳號 密碼 帳號它就是預設為PostgreSQL 這樣子 那它密碼就可以在這個時候做設定 接下來就是帳號 5432 這個就是PostgreSQL預設的 這不是我亂打的 這個就是我 那個它原本預設就是5432的帳 在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沒什麼特別的 最後你會看到Finish 然後可以有一隻大象 等一下我們就是會用這個PGL的命 來幫我們就是操作一些 外建約束相關的操作 好 那另外一個 這我之前寫鐵人賽的一個文章 那它就是用Mac去安裝 我非常推薦一個就是 PostgreSQL的APP 點APP 這個也非常簡單 反正你就下載下來 以後會有 download 點選這個 現在最新版本就是12 那測試版本13在這邊 好 那回到這邊 下載下來以後 就把這隻大象直接移到這個 這個APP裡面 接著 點開來會看到這隻大象 這樣就安裝好了 你只需要在右上 你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你只需要在右上角這個初始化點下去 就會看到類似像這樣的圖片 它就是代表說PostgreSQL已經安裝完成 好 那這個STAR跟STAR 這兩個就是可以做啟動跟關閉的 接下來如果你安裝完了 你可以在右上角看到這個 這個大象圖示 你可以點開來就可以 點開來就可以看到 這個主要的操作這樣子 好 因為它這裡面不會幫你安裝PG Admin 4 所以你就只好自己下載 到Mac 然後選Mac 然後點DMG 接下來把它移過來 一樣是移到自己的應用程式的檔案 接下來等拷貝完成就可以了 最主要 你點這隻新PG Admin 4的大象以後 它會出現的這個畫面 就是圖形化介面 它可以幫你說 幫你操作資料庫 那第一步驟進去的時候 它是會請你設定PG Admin 4的密碼 就操作這個圖形化介面的密碼 它不是在安裝的時候設定的那個SuperUser的密碼 是執行這個的密碼 好 那我們現在直接開它來看看 我們等一下會直接嘗試去建一個資料庫 然後連Larvel試試看 那我們現在直接做一個 我做一個測試的資料庫 你只需要點這個Server 然後右鍵的 我把它放大一點 把它Create 然後去建一個Database Database你只需要 我再試試看Costcard 好 它會用這個Postgres的那個使用者 就是超級使用者 SuperUser去登錄這個資料庫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資料庫裡面有很多東西 可是你可以先不用理它 最裡面有一個SIGMUS 你點它 它原本會是一個預設的 那個Public 它就是你最預設 它這個東西有點像資料庫 資料表的分類 它可以幫你把資料表分類各種區域 分門別類的放好 它下面這裡會有個Tables 現在點開來它是空的 它是空的時候 我們這裡面就代表說 還沒建任何資料庫 所以我們現在就使用Larvel來黏黏看 好 好 如果你是使用Larvel的話 你應該一開始就會看到 一開始可以點選點ENV 那你直接去下載 直接去更新它這裡裡面的內容 有一個設定DB連線的 直接改成PG SQL Larvel它裡面已經原本就安裝 有各式各樣的配置 那你可以直接選PG SQL 安裝在哪一台機器 POL號5432 測試的COSCOVER 那個資料庫 再使用超級使用者HG 你的密 剛剛設定的那個伺服器的密碼 好 那完成以後如果你是Larvel 你一定會是先試試看 你的那個PGR的密 可不可以 Migration可不可以用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試試看 下這個指令的時候 Larvel會直接幫我們 建好所有的資料表 還有那個資料 我有寫一些假資料 這是我寫好的 好 那如果像這樣成功運行的時候 我們回來資料庫這邊 重新整理一下你的Table 你會看到我們的這個Table裡面 已經有五個表 這五個表是我已經 就是剛剛用那個Larvel的Migration方式把它寫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先看一下 我裡面就只有預設一種使用情境 就像是這樣 它是User 會有一張User的表 那它會有一個ID 跟它的發表過的文章的一個資料表 總共有兩個資料表 那那個文章的表會使用UserID的一個欄位 去做去參照那個UserID的欄位 所以就是等於說你可以用這裡這個資料表 然後去參照這裡有一個使用者的ID 這樣的設定 所以對於DBA來說這個叫做外建的 資料庫的外建功能 那它是可以就是 記錄這個欄位 然後對應到這個ID 所以如果你它要做新增 或者是 不是新增 對於它做新增 或者是修改刪除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限制 就是等一下會介紹那幾種限制的模式 好 那下一頁 為什麼我會遇到外建 就是說明明就是一個寫後端的 明明就是一個寫後端的工程師 可是為什麼我會去用到 資料庫的外建功能 就是因為我有一天 就可能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小菜鳥 那那個時候在寫程式的時候 發現就是寫好了 但是真的把那個伺服器上線以後 發現有一個會員它是 就是有需求 所以把會員的資料刪除 那會員的文章的那個頁面 就像剛剛所說的那個資料庫的配置 的關聯配置的話 那個會員的文章 那個畫面就壞掉 那我同事就覺得 同事就收到這個訊息跟我講 那時候就很緊張 我就看了一下我那個 那個錯誤的內容 後來就發現 後來就發現是因為我們的那個 那個文章的那個UserID 他對不到那個會員的ID 所以那個時候我大概想到 如果要使用APP 這個伺服器那個應用程式端 還是用那個資料庫那邊 去把它解決掉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了很久 我就決定 這種資料庫一致性的東西 我就決定交給那個 資料庫去解決 因為資料庫就負責把我的資料庫固好 把我的資料固好 然後它的正確性要用好 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決定做外欠約束這件事情 好 那外欠約束有幾個觸發的時間 第一個就是在刪除的時候會觸發 第二個就是在update的時候 更新的時候才會觸發 這兩個我今天會以delete的時候來做說明 好 下一頁 俗話數好 真的是越自由就要越自律 所以我決定用外欠約束 來讓我的主表的ID 如果不見 如果刪除的時候 我要去做外欠 就參照的那些外欠 我要讓它一起也刪除的話 就可以使用第一種模式 以刪除為例 那我們就會用第一種模式 這個Cuscade的這個方式 只要主件不見 它就會直接刪除掉 那我們來試試看 好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建好表了 那Larville 老實說它也裡面很方便 它可以直接讓你建你的三種 三種外建 可以讓你直接建外建 但是這個就是用物件導向方式去建 老實說裡面寫什麼SQL 或欲發文文並不知道 但是為了就是方便 大家如果可以入門的話 我這邊是寫說 像這個表 它是在創建你的文章的那張資料表 其中有一個欄位 就是User的ID 這個就是等一下 我要去參照另外一張User 資料表裡面的ID欄位 那我這裡外建 我就設定成UserID 然後去參照User這張資料表的ID 那使用Cuscade的這個一起刪除的模式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接下來我們這裡已經寫好了 會員我就每次重置的時候 我的會員就是有五個會員 然後我的文章裡面 我就是會有三百個資料的文章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裡有一個 UserID UserID我們 它這裡有關聯到我們的User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User資料表 我們只需要嘗試去把這個第一張刪除掉 現在是Cuscade的模式 所以你刪除掉以後 它會顯示我們的那個刪除成功 並且回溯這個訊息 那我們回來看這個內容的表 裡面會變成原本有三百張表 變成只剩下兩百四十四張 代表說它的外建約束是有設定完成 那它在符合條件就是會員刪除的時候 它也會一同去刪除其他他參照的那些 就是對應的那些欄位 好那基本上第一種模式就是這樣 那可能你就還會有說有第二種模式 Send Noir 跟那個 No Action 這兩種 那 下面最下面這兩種 就是No Action 跟Restrade 這兩種 就是這兩種 老實說是蠻像的 它有一些微不一樣的差別 但是它好像比較 比較 如果是MySQL好像是兩個 都是等價的 它兩個是等價 但是如果有交易的部分 它會有一點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操作 所以這兩個等一下我們就是 以一個 同一個方式來新建外建約束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其他兩個 好 好那因為我已經寫好 我現在要建另外一種外建約束的關聯的時候 我們可以 比如說像這個 Send Noir的方式去追外建約束的話 我們原本的資料庫的那個資料欄位啊 你必須也是 如果你要設定Send Noir的方式的話 你原本也是要讓它符合可以是存空子的 就這個Use ID是要能存空子的 不然你存外建的話 你也會出現錯誤 好那我們現在來重新整理一下 讓它去使用Send Noir的方式 兼外建的關聯 好 那我回到我們的PG Admin 看一下喔 我們這裡邊 重新整理一下我們的資料庫 好那這次我們來多講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可以去哪裡看我們建的外建 我們建的外建是在 比如說因為我們建的是內容的那個外建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 這裡它就幫我們新建了一個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那個資料庫的外建功能 好那它做這個外建 它一樣就是我們剛剛設定的 就是on delete的時候 它會幫我們做send noir的動作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文章 總共有幾天 我們重新找過以後 然後文章裡面總共有300個 然後會員裡面也是一樣 就是會有5個 然後我們一樣嘗試把我們的user的資料 給它做刪除的動作 刪除了並且點選這個 它會真的去執行刪除動作 好那我們回到我們的 回到我們這個文章的這個資料表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應該會有一大堆 原本的資料已經變成no 這代表說那個外建約束 它真的有在做這個動作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就是它 第三種外建約束的設定方式 如果是用migration去設定的話 它可以不用填任何的內容 這只要是用設定user 然後對應到user的資料表的id 好那我們儲存一下 我們重新重置整個資料庫 好那我們一樣回來 這個圖形畫介面 我們做重新整理 在user的部分 跟post的部分 應該都是會恢復到 原本有300個文章 跟五個使用者 那我們這樣見好外建約束 現在設定的方式是說 如果它有關聯的文章 它不能刪除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刪除第一筆會員 好那可以看到下面它就出現錯誤 這代表說資料庫有去外建的約束的限制 就這個外建約束的限制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刪除這個會員的id 因為它有其他的文章的內容在裡面 好那大致上就是這三種 這三種那個模式就可以去做設定 就是一起刪不然就是把它設為諾 或者是把它不允許刪除這三種 那現實總是殘酷的 外建約束的好與壞 今天要講 我剛剛講的都是因為我遇到痛點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那個外建約束 設定在資料庫中 那我就可以做那個資料正確性的 就我不需要在應用程式裡面去做限制 那我整理出來它的優缺點分別是這些 因為優點的部分就是它的資料 如果你有設外建約束的話 你的資料會保持一致性 這樣子的話你比如說 其實就不是應用程式方面去負責的 所以應用程式方面 它就是會節省它的開發成本 因為它不需要去在意說 資料到底那個的問題 反正能寫的進去就寫進去 不能寫進去的話 就它會提示 資料庫會直接提示錯誤這樣子 那缺點的部分就是 資料庫 這個是會影響資料庫的那個效能的方面 如果你設外建約束 你每次去 每次去新增資料 或者是修改資料 刪除資料的時候 他都必須要去參照你 原本設的那個主件 原本設的那些外建 到底有沒有那些資料 那如果有限制 數量大的話 那效能就會比較 吃 比較 就會比較不好一點 那再來就是 因為外建約束如果限制的話 會有一點綁手綁腳 像我們最後一個範例 他會沒有辦法去做刪除的動作 因此就是 並沒有說到很好使用 就是你會 你會匯入的時候 你會發現 必須要按照順序 比如說剛剛的 會員跟文章的 這兩個資料表 如果你直接先 如果你直接先匯文章的資料表 那他對應不到 User資料表的時候 就會發生錯誤這樣子 好 那使用時 使用的情境 分別是這兩種 我個人是覺得 就只要使用在經流方面 要確認他的那個 資料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那你就必須 我覺得資料庫 一定要保持他的正確性 就是他資料的正確性 那另外一個比較不建議的就是 分散式資料庫這類的 還有大數據 因為他在影響 他影響的層面就是 因為他的數 比如說像大數據 他的數量比較大的時候 他每次寫進去的時候 都需要去做 掃描其他的外建 然後什麼存不存在 可不可以刪除的這些約束的話 那會的限制的話 他會不太好 不太不太方便 因為他那個資料太多了 那分散的話 都要分散在各地 那他要去對哪一個外建 也比較對不到 所以他還是有分 要外建約束到底 建不建 加不加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Costcard當天 我是希望就是可以邀請 就是如果你還知道 就是其他情境的 那我會請兩位 比較厲害的大大 那我大概後面大概十幾分鐘 我會訪問他們 有關於外建約束 什麼情境會需要使用 會比較好 什麼情境不要用會比較好 然後還有用了以後 那個伺服器的效能 跟那個你的工作效率這方面 那我會請兩位大大幫我們分享一下 有關的內容 所以如果當天如果有時間還有空 想要來Costcard當天的現場的話 那可以 可以 可以 來一下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下一個 這幾個就是我當天問的內容 伺服器的效能還有工作效率 有沒有做外建約束 這個就是 加不加的 加不加工作效能影響 或者是 伺服器效能的影響 跟工作效率的影響差在哪裡 再來就是 加不加外建約束的時候的使用情境還有哪一些 那只要 如果你還對外建約束有任何想法的話 當然那天也謝謝 麻煩大家就是可以來 那個 說明一下自己遇到的情境 好 那就謝謝大家的聆聽 下面有一個那個GitHub 就是我剛剛的Laraville專案 那你回去如果想要自己連連看Laraville 想要 想要 想要自己設設看外建約束 我裡面都打好那些程式了 你只需要把它 註解掉 或者是打開註解 就可以使用了 好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謝謝 謝謝大家